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分成15章 大概有20几万字 那么它书上它没有说明这是一本什么体力的书 你可以说它是一本传记 你可以也可以说是一本学术的书 因为这本书的15章每一章的后面 它都有大量的角著说明了它这个出处 这就跟一般的我们说的那种带有文学色彩的书籍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本书里面呢我想我首先来说一下这本书里面所介绍的这个《傅思年》 因为《傅思年》在中国大陆还不为人们所熟悉 因为它是当年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的胡适啊《傅思年》 所以呢这个在1949年之后呢 可以说《傅思年》就已经从中国大流大陆的这个出版物当中就已经消失了 当然这个近几年来人们开始逐渐关注到这位在20世纪的前半期 中国的文化建设中国的学术建设啊 特别是像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的这个大学者 因为跟这个中国我们知道这个大部分的学者呢都是南方人啊 像胡适他是安徽人啊 像这个陈云切是江西人等等啊 很多这个例子太多了 著名的文人学者大部分是南方人 而《傅思年》先生他是山东人啊 这个这本书的作者越南先生他也是山东诸承人 是江青啊张春桥的这个同乡啊 这个当然是题外的话了 那么傅思年啊早年这个留学英国啊德国 可以说是这个 而且是这个他的学术的这个范围很广 既包括这个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这个物理学 就是自然科学 这样的一个造诣 现代的这个学者也很少有能比得上的 另外有一点这个傅思年就是他的复制能力也很强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现在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的实语所啊 就是历史和语言研究所啊 原来叫做实语组啊 就历史和语言这个研究组 那里面是聚集了一大批人才 而这个实语所呢就是傅思年一手创办 另外傅思年其实他是无党派人士 虽然他后来跟着国民政府去了台湾 但是傅思年这个性格呢 他其实很刚烈的 也是个嫉恶如仇的学人啊 这里也有这个山东人的风格 那比方说在这个四七年能够搬倒 先后这个搬倒这个宋子文啊 就是傅思年当时利用了这个利用像大风暴这样的民间的独立媒体的这个力量啊 发这个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舆论 迫使蒋介石罢免了这个宋子文 那么这个在民国历史上其实值得大书的一笔 大书特书的一笔 从这里可以看到傅思年的这个风骨 那么书里面有一些细节 我们说这个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而是人物的这个性格 人物的这个命运呢 跟他的这个就很多细节可以看得出来 比方说这个1945年7月 那么当时在重庆的一批社会贤达 包括像傅思年 包括像这个左顺生等人啊 还有黄延培等人啊 那么他们当时就有一个代表团到延安去 那么就拜会了毛泽东 还有这个中共的一批领袖 那么其中左顺生和傅思年的 他跟毛泽东这个见面呢 就非常有意思 因为左顺生他原来就认识毛泽东 但是左顺生跟毛泽东见面的时候呢 他就很很不积蓄啊 他一方面他就教训毛泽东 意思说中共不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 这个当时毛泽东就非常不高兴 另外左顺生又恬不知识地说 他要求见江青 因为他是江青的粉丝 毛泽东也非常的不高兴 可是傅思年就不一样 傅思年跟毛泽东见面 因为当年傅思年在北大 他就是五四运动的领袖 毛泽东当然认识他 但是傅思年他是有这个知人之名的 他已经看到了毛泽东 作为中共这个领袖 正在一个上升的这个态势 所以他们见面的时候呢 傅思年跟毛泽东就开玩笑 他说我们啊 因为就在国统区的这批知识分子 因为他还是亲国民党 他说我们是陈胜吴广 你们是刘邦项羽 而毛泽东听了这个话 他就很受用 后来呢傅思年向毛泽东求字 毛泽东就给他写了一幅字 这幅字其实很 后来在中国大陆也很有名 文革当中很有名的 这是这个唐朝诗人章节的一首诗 就是这个《焚书坑》 《竹伯烟消地业虚》 《光河空所祖龙居》 《坑会未冷山东外流向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给这样一位自由派的大知识分子 写了一个条幅 现在还藏在台湾 那么在这书里面有记载 那么这个书里面讲到的这个一些细节 比方说 其实我们都很有兴趣的 当年清华大学的这个国学研究院聘了四大导师 那么其中唯一有陈寅雀是没有学历的 陈寅雀虽然游学日本 美国 一直到这个欧洲 游学十几十几年 但是他连一个学士的学位都没有 那么清华大学当时凭什么聘用他 唯一像这个王国伟啊 梁奇梢这样 还有这个赵云润等等齐名的四大导师之音呢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 陈寅雀的这个蒙峰 陈寅雀本人是非常讲究这个家族的蒙峰 因为我们陈寅雀是出生于明蒙之家 他的父亲陈三丽 他的祖父这个陈宝生 都是这个清末和明初的名人 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 也使得清华大学在聘用他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性的 这样的一种悲剧 在二十世纪呢 我们看这两位大学者 就是陈寅雀与傅斯年身上 体现的是最明显的 所以读者们 如果您关心二十世纪 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呢 读这本书一定可以满足您的这个期待 这也就是我推荐大家读这本书的 最重要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